让湿疹不再反复,和皮肤问题说再见!分享健康新闻! 引发湿疹的病因有哪些? 1. 感染病菌是湿疹发作的根本。当人体感染上了湿疹病菌,就会出现臊痒的症状。 2. 还有现在外界的病菌实在是太多了,稍有不注意就会引来湿疹的发生,说不定就会让湿疹的病情加重,从而让我们自身更遭罪。 2. 空气中的灰尘、花粉等微尘,也是湿疹发作的一个诱因。 3. 污浊的空气中,大多含有有害物质或有毒气体,这无疑是特别损害皮肤。 4. 花粉也是能诱发过敏的,当然,并不是所有的花粉都会引起湿疹发作。 5. 接下来就是我们每一个患者最为关系的话题,下面就给大家介绍几种湿疹的治疗方法,同时要讲湿疹彻底的不复发,可以使用药膏预方敏康便可以得到很大的缓解。 5. 湿疹真凡人,三种巧方法,让湿疹不再反复,和皮肤问题说再见。 1. 偏方内服原料,生黄柏,大枣碳各等份。 2. 做法,将大枣炒成碳同生黄百共盐成细粉,相有调匀图绝部。 2. 如肾畜叶多一颗撒钱粉,每日两至三次。 2. 中料外服原料,孵苓20克,燎雕筑20克,地鱼10克,摆布10克,地孵子20克。 3. 制法,选择煎药的砂锅,之后把以上原料进入放入砂锅内进行熬煮,大火半小时,小火一个小时就可以制作完成,待放置至合适温度后,过滤出药汁,用纱布占取适量,擦在身体的湿疹坏处。 3. 功效,对患处表面起到杀菌,抑制的功效,缓解患者的湿疹皮肤炎症。 3. 局部外服药膏外涂法是现在改善湿疹最为广泛的用法,一般情况下,只要坚持15天左右,就可使湿疹缓解不反复。 3. 曾在知名医学期刊《使用中医药学》中报道过一个古法传承的药膏,预方敏康,该药膏于2013年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。 4. 此方用唇中药谷法熬制,能非常强有力地对抗湿疹、寻麻疹、皮炎等皮肤病,迅速止氧除湿湿毒红肿。 1. 一般症状者使用预方敏康医治三天内皮肤就会有很明显的调理效果。 1. 预方敏康图在患病处可渗透至皮肤深层患病处,直达病灶,从而起到彻底的治疗效果。 2. 受到中医学研究院委员会以及业内人士的广泛认可,据了解现在MU保就有,轻松到家,很方便。 3.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湿疹在日常生活中的护理和保健措施要做好。 1. 不管是洗澡还是在洗脸,是用温水,避免使用热水,避免刺激到皮肤等。 2. 多吃水果或者是绿色蔬菜,补充身体的维生素,提高自身的免疫力。 3. 不要给自己施加太多的压力,调整好自己的心态,避免情绪急躁等。 1. 偏方内服原料,生黄柏,大枣碳各等份。 做法,将大枣炒成碳同生黄柏共沿成细粉,相由调匀涂绝部。 2. 如肾醋叶多一颗撒浅粉,每日量制三次。 2. 中料外服原料,芙苓20克,燎雕竹20克,地鱼10克,百步10克,地肤子20克。 3. 制法,选择煎药的砂锅,之后把以上原料进入放入砂锅内进行熬煮,大火半小时,小火一个小时就可以制作完成,待放置至合适温度后,过滤出药汁,用纱布蘸取适量,擦在身体的湿疹患处。 3. 功效。 对患处表面起到杀菌,抑制的功效,缓解患者的湿疹皮肤炎症。 3. 局部外敷药膏外涂法是现在改善湿疹最为广泛的用法,一般情况下,只要坚持15天左右,就可使湿疹缓解不反复。 3. 曾在知名医学期刊《使用中医药》中报道过一个古法传承的药膏,预方敏康。 该药膏于2013年获得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称号,此方用唇中药古法熬制,能非常强有力地对抗湿疹、蕁麻疹、皮炎等皮肤病,迅速止氧除湿湿毒红肿。 一般症状者使用预方敏康医治三天内皮肤就会有很明显的调理效果。 预方敏康涂在患病处可渗透至皮肤深层患病处,直达病躁,从而起到彻底的治疗效果。 受到中医学研究院委员会以及业内人士的广泛认可,据了解现在Miu宝就有,轻松到家,很方便。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湿疹在日常生活中的护理和保健措施要做好。 一、不管是洗澡还是在洗脸,是用温水,避免使用热水,避免刺激到皮肤等。 二、多吃水果或者是绿色蔬菜,补充身体的维生素,提高自身的免疫力。 三、不要给自己施加太多的压力,调整好自己的心态,避免情绪急躁等。